如何仅靠几张照片破解一桩离奇杀人案 一个女人被人残忍杀害后抛尸到了海边 不但大腿内侧有明显瘀伤 甚至凶手在完成作案后还把女人的头颅砍了下来 由于一直无法确定死者身份导致案子搁浅 因此警方请来了行政学教授阿燕前来协助此案 阿燕看着现场的照片 她隐约感觉死者手臂上的纹身好像在哪见过 喜欢上网的助理阿朗一眼就认出 这个图案与最近很火的一个女明星手臂上的纹身很像 此人名叫姚纯因为既会唱歌又会演戏 所以在近两年很快积累了大量粉丝 警方本以为误打误撞确认了死者身份 可当阿燕等人根据信息找到姚纯最近拍戏的剧组时 发现姚纯竟活生生地坐在他们面前 阿燕打算拿出照片询问她关于纹身的事情 不料姚纯的保镖看到她插头的动作显得很警惕 一旁的阿朗看着保镖的眼睛有点奇怪 因为她发现自从见面后这个男人从未找过眼睛 而且她的瞳孔看上去还有些发挥 盯的时间久了会有一种后背发凉的感觉 姚纯的经纪人周扬看着纹身的照片 她称自从姚纯火了之后 有很多人都会模仿她闻这个图案 所以她认为遇害的人应该是姚纯的粉丝 接着她就以赶着拍戏唯有打算打发警方离开 阿燕隐约感觉这个经纪人好像在隐瞒什么事情 就在几人准备离开时 警员小琪在上厕所的路上无意间留意到 周扬正在与一个女人发生争吵 鉴于刚刚她有意隐瞒的表现 小琪认为或许可以从这个女人身上打听到一些事情 于是等二人分开后 小琪试探的上前询问她与周扬的关系 女人称自己是姚纯的光剔 需要拍一些不露脸的镜头或者大胆的情节时 她就会代替姚纯上场 小琪听后询问她与周扬争吵的原因 不料女人听到这个问题后竟一脸不屑的样子 她称自己为姚纯做了那么多事情 没想到周扬竟突然莫名其妙地想要把自己换掉 她还说这是姚纯的意思 在她看来周扬只不过是把她玩腻了想换个人而已 不过说来倒也是奇怪 以前姚纯动不动就喜欢用替身 现在不但很多危险的镜头亲自上场 甚至连唱歌都不用替唱了 而且最近还特别喜欢戴美童 小琪一听感觉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于是赶忙出来把这条线索告诉了阿燕 为了找出案子的真相 众人回去后立刻对比了姚纯之前的照片 经过仔细的观察 阿燕果然发现了不对劲 她对比了三个月前姚纯纯身的照片上 和死者手腕上的纹身尾部 都有一颗淡褐色的小痣 而她最近拍摄的写真照片上却没有这颗痣 因此她怀疑现在的这个姚纯很可能是假的 可阿朗疑惑从外貌上看这也太像了 难不成她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妹吗 但就算是有姐妹这个假姚纯 又为何要对真姚纯下手呢 得到线索众人立刻再次来到了剧组 阿燕上前直接揭穿她冒牌货的身份 本以为她会因为被拆穿显得紧张失措 没想到她竟一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坐了下来 她称自己是姚纯的双胞胎妹妹姚姐 当年母亲在国外生下他们后就与父亲离了婚 而她与姐姐也就一直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直到两年前姚纯火了之后 她才发现竟然有个长得和她一模一样的人 于是她就回国与姐姐相认了 一旁的李队询问她姚纯什么时候不见的 姚姐仔细回想了一下 称两个月前经纪人周扬见姐姐在网上的热度有所下滑 于是就要求姚纯去国外做一下威者 可没想到半个月后她竟独自回来了 当时她向周扬询问姐姐的情况 她却称姚纯的手术很成功现在正在国外恢复 不过这段时间因为有提前签好的戏需要拍 所以周扬希望她能代替姚纯来应付一下剧组 由于她什么都不懂 为了姐姐的事业 她只能配合着周扬完成着姐姐的工作 直到今天上午 警方拿着纹身的照片过来她还意识到不对劲 中午的时候她还问过周扬 但她却说姐姐在那边很好 而且过两个星期就会回来 众人听后感觉这个周扬很有问题 于是立刻准备对其展开调查 可就在这时 外边突然传来了一阵激烈的吵闹声 众人出去一看 发现经纪人周扬已经被人吊死在了片场 经验丰富的李队快速查看了周围的情况 不料发现人群中竟有个面具人正打算趁着混乱逃走 李队见状立刻命令警员们对其展开堵截 追逐过程中警方发现此人身手很是敏捷 不过好在有剧组的群演帮忙 面具人走投无路被李队成功抓获 阿燕走过来将她的面具摘下 发现此人竟是姚淳的保镖阿强 这令她很疑惑 这个阿强为何要冒着风险当中杀害周扬呢 回到警局李队对其完成审问后告诉阿燕 原来阿强早就察觉到姚淳没有从国外回来的事情有问题 直到这次警方发现纹身的女士 她才确定是周扬杀害了姚淳 而她这些年又一直把姚淳当妹妹看 所以才决定拨出去为姚淳报仇 本以为案子已经真相大白 可当阿燕带着小琪找到姚淳慰问她时 因为小琪的不小心打翻了桌子上的水杯 阿燕的裤子被弄湿 只好来到姚淳的卫生间整理 不料境意外看到洗手台旁边有凭治疗眼睛的药剂 她感觉很奇怪 因为上面清楚地写着是针对眼角膜皮质营养不良的患者 阿燕忽然想起那个保镖阿强的眼睛 难道说这是那个阿强经常使用的药吗 可她又为何会出现在姚淳的家里呢 回到警局阿燕始终感觉有些不对劲 她将自己的疑惑告诉了小琪二人 小琪打电话询问了她的医生朋友 不料发现这种眼角膜营养不良症竟是一种家族性遗传病 假如内瓶药是阿强遗留在姚淳家里呢 那就说明她与姚淳的关系不简单 但阿朗疑惑内瓶药会不会不是阿强而是姚淳自己的呢 小琪听后忽然想起在剧组见到的那个光体 她曾说自从姚淳代替姚淳后就开始变得特别喜欢戴美瞳 再结合保镖阿强眼睛的颜色 所以她怀疑会不会姚淳也有一双灰色的眼睛 可这是家族性的遗传病 既然姚淳之前没有戴美瞳的习惯 那就说明她没有这种病 那姚淳为何会需要这种药水呢 为了找出案子背后的真相 阿燕仔细查看了姚淳最近拍摄的影视作品和照片 小琪二人也调查了姚淳母亲的结婚记录 不料她发现姚淳的母亲根本就没有去过国外 如此说来 这个名叫姚淳的双胞胎妹妹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得到证据后 警方立刻带人找到了姚淳 此时的她正打算召开记者宣布继承姐姐的资源继续走下去 阿燕直接当场揭穿她并不是姚淳妹妹的事实 她让大家仔细对比观察一下姚淳与姚淳的脸部 虽然她们看上去很像双胞胎姐妹 可姚淳的耳朵明显轮廓饱满 而她的耳朵却显得很薄小 而且仔细看还能发现她的额头和鼻梁都有透光的现象 这就说明里面应该填了不少东西 姚淳为了在记者面前保持好的形象 假装礼貌地让阿燕不要胡乱猜测 可阿燕却故意提高声音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起初她一直不明白为何白唇的光替回说 她连替场都换掉了 直到警方通过声线对比了姚淳之前的声音 意外发现现在这个姚淳的声音 竟然与姚淳之前的代唱一模一样 因此阿燕怀疑她的真实身份就是姚淳之前的代唱 阿燕的一番话瞬间引起了在场记者们的躁动 姚淳极力向大家解释着是经纪人周扬杀了姚淳 而她自己与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关系 阿燕听后笑着拿出了周扬的手机 她直接拨打了姚淳的电话 就在这时姚淳身后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阿燕告诉大家警方在调查周扬的手机时 发现她在姚淳遇害后仍每天主动向她的号码打电话 并且每一通电话还都打通吗 如果说是周扬杀害了姚淳 那她为何要每天给一个自己杀死的人打电话吗 而且姚淳又为何要把姚淳的来电转移到自己手机上呢 阿燕劝她不要再做抵抗 因为警方已经查到 保镖阿强有个和姚淳年龄相仿的妹妹 而她只要摘下自己的美同真相便会立刻揭晓 面对阿燕的推理和警方的证据 姚淳不甘心地承认了一切 她大喊着自己本来也是姚淳的粉丝 可后来因为代唱接触她后发现姚淳既不会唱歌也不会演戏 而网上那些才女的形象都是她的经纪人刻意包装出来的 她认为姚淳根本不配拥有这一切 于是他们兄妹二人便策划了这场纠战雀巢的谋杀 以及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